星期一在早上放暑假了 父母们你们还好吗 欢迎收听比友亲红灯 然后接下来呢 他说 亲爱三千课你们好 我有一个职场上的问题 他说我们部门只有两个人 主管是其他部门兼任 主要业务是联系各内外单位 所以每天会有不少的人员到访 或以电话沟通 因为部门小又不重要 主管平常不太管我们在做什么 我同事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 热爱八卦 讲完正事后 他都能和对方聊上一大段 公私或私人的八卦 而且他为人热心 会抢我的业务去做 再跟我抱怨他做得很累 之前因为被抱怨的莫名其妙 加上我认为 部分八卦内容不适合流传 有和他沟通过一次 小冷战那时候过得很幸福 可惜很快恢复原状 现在他似乎在尝试八小时 说话non-stop 除了持续花很多时间聊八卦外 还会对着一幕评论 收到的email 遂念各种人事物 我上班的情绪 因此变得很焦躁 请问这种情况有解吗 如果没有解 可以建议我转念的方法吗 他说PS 我也需要语言联系 所以不适合用耳塞或放音乐 他说他是出现幻听的小玛丽 工程师你听得懂吗 我发现我们读完问题 就会问到他听不懂 我现在考虑你有没有认真来听 你说的问题是什么 简单三句话的整理 快 就是 他的部门很小 然后所以 他跟一个同事共识 然后那个同事非常的爱讲八卦 什么事情都可以讲上两句 也会跟客户讲 而且会抢他的事情做 而且也会跟电脑讲 对 抢他事情做之后 还要抱怨说 他做得很累这样子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等一下我超过三句了 我再浓缩一下 让我再梳理一下 你比那个对了电脑碎 那人更讨厌 梳理再梳次 对啊 那应该怎么 我想想看哦 以前在公司 没有太 因为他 我在公司很个人 我根本就不理人家 他这个部门 变得是说 有一个人 就是有一个部门 可以让 有一个人 可以八小时 non-stop 说话 通常 部门应该可能会 不能这样吧 没有 可是他公司应该是联络内外的单位 他已经说 他主要业务是联络内外单位 所以他可能是公司的 一切单位的一个桥梁 他是在尝试八小时 non-stop 对 他一直说 那个人会一直讲话 不管有没有人 他都会讲话 他不是对着你讲话 不是对别人聊八卦 就是对着电脑说 蛤 怎么会这样 就是你知道有的人 会想要吸引别人注意 然后看一个新闻就说 蛤 怎么会这样 太离谱了吧 是一个部门 武艺 这样 真的很离谱 然后你就说 那件真的是 真的很离谱 真的很离谱 那件是超离谱 超离谱 可是节目播出的时候 不知道已经过多久了 应该可能 应该过很久 但他搞不好又有新的 市政出来啊 新的八卦 如果你旁边的同事会一直对电脑讲话 然后他显然的是想要吸引你的主意 你觉得怎么样 你会回他吗 他不见得是想要吸引你的主意啊 有的人就喜欢对电脑讲话吗 对啊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 你说啊 你讲话讲情 我觉得 我以为我已经据点了 我想说你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我 有些人就喜欢对着电脑讲话 据点 然后一直在看 那怎么办 我以为你们两个夫妻在打暗号 没有 今天晚上不要 我要 不要 有些人真的会对着电脑讲话 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们夫妻了 我只在缓解 工程师会对着电脑讲 有时候 做完某件事情 然后拍桌子 这城市写真漂亮 好讨厌 不要理他 我老公也会这样 他会什么情况下 什么情况下 他会自己笑得很开心 然后就会说 哇真好笑 或者干嘛 但他是为了吸引你注意吗 他会希望你 我想知道 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是希望别人回应吗 他就是会习惯 做这件事情的人 他就会不由 所以你就不会回 对我大部分都不会回 不管你会回或不回 他都不会有任何心中的涟漪 对他没有差别 我回不回没有差别 那就对啊 所以我也觉得 但是如果你回了 他可能会有part two 那你会回吗 通常不会对不对 那就因为老公可以不回啊 那同事的话 你要让他 你觉得 虽然你的小冷战很幸福 可是他毕竟是你的同事啊 可是同事对着电脑讲话 我觉得他很烦 我就不会回 那他那个同事感觉 他会小冷战 就是代表他 心眼儿 就是可能有点 他会 我的鼻涕抱歉 那个 就是他会 他会不高兴这件事 对 如果你制止他 或是你觉得 我一直讲话这样子 会不开心 他是会小别扭的 可是如果你要一直 跟这个人工作 如果要 要嘛大家就要一直 别扭下去了 永远就是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这样子 嗯 对啊 我是会 我是这一派的人 我是根本完全不理他 你知道公司以前 有一个臭三八会 我就是不喜欢别人 在讲我是谁 的事情 然后他还会带着外人 在公司 然后还有故意用 有点听得到 像那样说 那就是那个宅女小红啊 嗯 我从来都不跟他讲话 呵呵呵 哦 因为你是同部门吗 不同部门啊 对啊 因为他是同部门啊 他可能就坐旁边啊 他不是 他可能住附近 他不是同部门 因为他们部门 只有两个人啊 所以不是他 他就是同部门 是同部门啊 没有啦 我的部门 让你梳理一下 我给你两分钟梳理一下 前第一行跟第二行 不是啦 他不是 他说他同事 他不是同部门的人 因为他就 他们部门只有他 和一个主管吧 我们分子就 没有哦 哈哈哈哈 那个主管是 那个主管是尖的 他们部门就两个人 他尖着 所以他不是跟他主管坐在一起 好像我儿子的那个素养题 你梳理一下 他可能不懂耶 梳理一下怎么会这样子呢 是不是 我的 阅读理解才是正确 主管平常不太管我们在做什么 哦 所以是 哦 还说你是个作家呢 我以为所谓的两个人是主管和他 所以所谓的两个人是主管和他们两个 不是 如果不住在一起 我还在意你吗 对啊 你在那么远的地方 然后你在那边碎碎念 我就戴上我耳机 然后突然解开了 然后就跳下一题 说哦 我知道了 然后跳下一题 气死 对哦 我懂了 我懂了耶 那若是同事不能不理他 人气保该怎么做 我以为他说只有转念的方法 那我不知道这个 因为这个人可以 小玛丽 小玛丽可以 这个部门可以一直 疯狂的让他八小时 讲话的话 代表这个部门 没有一定要一个安宁的 办公环境 所以你把音乐放出来吗 你要不然就把音乐放出来 要不然就自己唱出来 我在唱歌 你不要理我 你就自己哼自己的歌 自己在自己的状况下 自己做BGM在上班 哦 你说他如果在讲话 不要打断 哇哇哇 耶耶 然后手还要在空中 哎呀 就这样吗 继续啊 继续啊 就差不多这样 因为我在接他的尾啊 没有 不能这样子 我猜他们的工作环境 是不能这样子 有一种职业就是要 一直不停的联系人 那种你知道吗 所以那你也在 那他也要讲话啊 就诈骗集团吗 不是啊 比方说那个 比方说那个轿车的 那种服务 或者是 对啊 那种他就是一直要 不停的联系啊 看起来不是啊 我只是举例好吗 我只是举例好吗 我说就是有那种工作嘛 耶耶耶 你不觉得很棒吗 哎呀 不管 不管对方说什么 我 就开始唱自己的歌 他会觉得你是个疯子 他也是很精病 你这样不是很棒吗 要不然就是说 的确也许你在接电话的时候 我觉得啊 你真的现在在办公 他可能在对电脑说话 然后你真的接了 跟一个人在讲话 然后或是在跟语言沟通 讲电话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跟 哎呀 这个写的真好 之类的时候 你就转过去 哦 制止他 就是好像你 你在跟别人讲那种话 因为你现在是正在做一个公事的事情 但他做了一个 不是 公事 他可能在 只是在赞叹 电脑什么之类的 你提示他 你其实有时候是要请他停止这件事情 嗯 对但是你如果坐下来说我跟你说 其实哦 有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 一直这样 我觉得有时候会 哦 这么这么多人 他可能会觉得受伤 哦 所以其实我现在正在跟这个人讲电话 讲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你就 哦 哦 然后就等下你小声一点 你小声一点 嗯 多次一点 你最近有回答超多肢体语言的 对 然后对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看得懂 然后这个广播节目觉得很痛苦 对 拍拍他然后 拍拍他 用你的嘴巴 可是万一你没有在讲电话 你好意思 你就假装在讲电话 那就会传LINE 我要我的话就传LINE给你 打给我 哦 或者突然把电话拿就要叫嘶 嘶 对 就拍拍他 然后说嘶 或戴上耳机 嘶 我 我 有该 我继续讲 对 反正就 就让他 有时候让他安静一下 看看 就是让他知道 你需要安静 对 不要讲话了 好不好 对 然后下一题呢 他说我们公司有个同事 热爱监控 其他同事 总是喜欢偷看 大家的电脑荧幕 偷听别人讲电话 和你对话时 不会和你面对面 一定会站在你旁边 瞄你的电脑荧幕 更夸张的是 会在同事不在位置上说 主动去动别人的滑鼠 翻看他人的电脑资料 很多同事对他这行为 都感觉很困扰 又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 请问该怎么办呢 他是甜不辣 好恼怒哦 这个人是同树 同树的同事 有什么好看的 请你不要看我的电脑 可是他就不在位置 他就直接主动拿了 可是他平常在的时候 他就会看了 就直接先跟他说 请你不要看我的电脑 或是说 你刚刚什么 你刚刚有没有动我的电脑 你有没有动我的东西 可是就算他说 有或没有 他就是看啦 他就是动啦 可是看别人东西 可以这样吗 你质问这件事情 毫无意义啊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只要你离开座位就 让他进入休眠 锁起你的电脑 我发现那个诶 有人都会用那个诶 那种 有一种那种保护膜 有一种 当偷窥啊 防徽的 側面看不见 哇塞 那个很强诶 因为你想偷看 看不到 对 就是不辣的 那个真的一点点角度 一点点角度就看不到了 就不行哦 可是他会站在他后面啊 哦 他会站着 瞧好那个角度 看啊 好恶心哦 突然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对啊 因为他站在后面啊 他说他 拉一把椅子 他在你讲话时 不会看你面对面 站在你旁边 瞄你的电脑 这真的很讨厌 我会直接叫他不要看勒 请问有什么好看的吗 那你就故意啊 你就故意在那个啊 你是个网巴蛋 这样吗 在他电脑上面 在你的电脑打 他如果看你的电脑 你就打出你想对他说的话 不要再看 然后他一滑开就是你 偷看人是网巴蛋 这样之类的 你在偷看我的电脑吗 有什么好看的呢 像我觉得为了要 为了要对这个人 你还要多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很困扰又气 我还要多做 为了做 还要打开一个 卧的 然后打说 你是个网巴蛋 这件事情 我觉得为了这种人 花这种时间太气了 那你要怎么办 我就会可能 直接拿纸把它遮住 然后遮住以后 就会回他问 说你找我吗 有什么事 然后他就看你的纸 对他就看纸 说你要看纸吗 拿去 你要看荧幕吗 不行 你要看我吗 不行 你要遮住你的电脑 还是遮住他的视线 遮住电脑 嗯 因为我就摆明了 就是不让他看 这样子 你不会问 你就直接遮 我就直接遮 因为我知道 我要表明的就是 我知道你有在看 嗯 你也不要假装跟我讲话 或什么 如果你要这样光明正大看 那我也可以决定 我的东西要不要给你看 他们到底 他到底在看什么 就上班的东西 所以问他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会问他说 你在看什么 我也有同事这样啊 他就会一直这样站起来 我都很害羞看别人的音乐 然后慢慢的就是趴到那个 层下那个叫什么 隔间上面 然后呢 看你的电脑 因为他也许讲电话 又不讲电话 然后他就会开始这样讲电话 然后就开始这样子 就直接这样一直这样看 还是你在看什么好看东西 他看两个字突然被吸进去 没有 没有 他是习惯 他还看水踏 是吗 他还笑出来 他好开心 你跟他一起旋转 好可爱 不然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真的有同事这样 我还有同事更夸张是 他不但看 那个是男的 然后 被看的 被看电脑的是女的 然后那个男的 还肩搭他的肩 然后看他电脑 你已经觉得很讨厌他 是工作啊 不管是不是工作 他就会将光明正大 还肢体接触 对 你今天很讨厌他 然后还要碰你 好讨厌 那真的很可怕 确实是公司会有很多中年男子 喜欢搭女生的肩 然后我也是想 我也有给他出国主意说 你就把他拨开 说我不喜欢这样子 或怎么样 但是这种人就就后脸皮 说 哎呀干嘛这样 我也没有其他意思 开玩笑嘛 常常觉得你好像有点生气的 开玩笑 这样子啊 这样子 然后隔天继续 好恶心哦 那你看 然后所以我们要安慰他说 他至少只是看你这样 没有答应的肩膀 不行 不是不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还是可以再做 一个更明显的动作 嗯 就是我不想要让你看 或是我不让你看 或是什么 人气宝的方法是用 只遮住电脑 或是说 这样你的电影 很快步还是干嘛 哦 你说把自己头放 像以前的 很久以前的那个摄影 拍照的那个 有人跟他们把自己 或者有个叶子 或者什么的 就直接把自己包起来 我会问他说 哎你在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吗 这样 直接问他 嗯 有什么 对 工程师呢 电脑 我最不愿意看他电脑的人 因为都是一些程式 这样啵啵啵 看没有 看都看不懂 你会怎么做 如果有人偷看你的电脑 要不然你写一段程式 然后让大家下载那个截图 然后他假装一开始 座位就把那个打开 全部都是程式 他看不懂 你觉得怎么办 这不就是 萤幕保护程式吗 哎 哎 但他会滑开啊 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或是 有一些萤幕保护程式 可以射密吗 不要让他 可是我觉得好累哦 对啊 我也觉得太累了 好烦 所以为了这件事 搞这么多迷惑 对 然后每天在那边射 我就觉得我不太愿意 为了我很讨厌的人 多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 那个人到底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那个人是 那你觉得如果那个人 是他主管呢 主管你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他听起来讲的是同事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 主管就是没办法呢 的确如果是主管 我可能会忍住 对啊 主管就会忍啊 什么意思 可是他是同事 主管就可以随意的 看你的电脑吗 因为主管他可以讲说 我是因为 你现在失败办公 对 嗯 对 可是这个人是同事吗 这个人是同事 所以不行 所以总之 工程师似乎 讨厌这件事情 但你会 我只要问你 你如果你同事这样 你会怎么办 他这样对你 你现在其实是被偷看的人 他只要你一离开 他会偷看一点 你你绞尽脑汁血的 那你又不要就是 就是那个 那你就拉他坐在旁边 哎我解释一下 我这现在在做什么 给你看这样子 就是逼他看 好可怕哦 你要看能来 我们一起看 哎你坐下 你想看我电脑是不是 他会把他拉上去 我跟你讲 我现在在写这个程式 就是因为我用什么方式 哈哈哈哈 因为他因为你有这个专业技能 我们没有 对啊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可是我觉得他 那你觉得他到底在看什么 不知道啊 他其实想要看 没有他说你在看什么 他一定是想要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 私人的对话在上面 不然老实说 比方说那些工作的 心肩往返 或是你开了那什么 我的Excel 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啊 那个人是习惯性的 眼睛就要看别的东西 对没错 我觉得是 有的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走出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子 会喜欢嫖一下 然后再嫖一下 看一下旁边的人 就是或是说 我现在跟你讲话 但你看手机 但他就看了手机 那就是追根就底 他想要探人隐私 没有没有没有 他只是想要探人隐私 他就是习惯 可是如果上面 就是一些很工作的东西 所以你就无所谓 其实没有什么好看 你不用问他 你就邀请他 坐下来一起看 你一起看 你想看 来来来 我们一起看 想可以看 你觉得我这样回可以吗 你觉得我这样写 有没有更好的写法 不如你来帮我吧 天哪 你竟然有还不错的方法 逼人 就是 来来来 一起看 下猛要嘛 来来来 一起看 你想看 一起看 一起看 这样 好像不错 我刚才还想要一个方法 就是呢 偷偷离开位置 但人真的不要离开 他去偷偷 你的电脑时候跳出来 你在碰我 你干嘛碰我电脑 可以 这样子 你看到碰我电脑 因为被抓到的 他应该会 不太敢再做这件事吧 因为碰人家电脑好离谱 我觉得太离谱了 动手拿 那不然你就把滑鼠的 那个电源关掉 话半天 你还要抠开 你还要再去打电源的时候 太浪费时间 对 刚才不是说 搞这些东西 让自己很累吗 离开位置说 把滑鼠放在口袋 带走 先都可以直接设定 就是你 就是休眠 然后 唤醒要密码 不管他这是坏习惯 我认为你的方法很好 要么就 他说 诶你在看什么 我们一起看 一起看 跟他打他肩 他打你肩 你也打他肩 因为如果你上面 真的是没有什么 你私人的东西 那就邀请他一起看啊 对不对 跟他下萌药 嗯 嗯 好啦 希望他不要 把你当作真心的朋友 一天到晚来 再来看一下 超烦 不然他觉得 诶跟你一起共事 就没事 对 但就一天 一天到晚来坐下 他只要有空 就 他其他电脑 因为你戒掉他的影 因为他其他电脑 人不看 他只看你的电脑 就着迷你的 也有可能 我好喜欢看 工程师的电脑 耶 他只能说 比友亲红灯哦 好难哦 各大平台都收听得到 你好 我是 比友亲红灯哦 OK 再一次 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 比友亲红灯的Podcast 不管你有没有固定收听 都请先按关注 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 我们的比友亲红灯 除了我 宅女小红之外 还会有特别来宾 来为您一起解答 人生的疑惑 以及大小问题 节目就是我们三个 哦对 除了我们三个 没有没有别人了 没有别人了 就是我们三个 多烦 喜欢这个节目 不要忘记留五星评论哦 呜 就讲完咯 我有没有越来越专业呢 他一直 你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